NS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游戏主机不便携的束缚 使得玩家们可以随时随地游玩自己喜欢的游戏 当然各大游戏厂商也看到了这款游戏主机的潜力 纷纷将旗下的游戏作品移植到该平台 其中也包括了移植于其他平台上的一些品质不错的免费游戏 玩家们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不用再担心自己的NS吃灰了 本期视频将为大家排阅一下NS平台上不需要任天堂会员 即可免费唱完的12款免费游戏 传说对决一直被称为王者荣耀的国际版 实际上这款游戏是由新加坡知名游戏开发商 Garena与腾讯天美工作室联合开发完成的 游戏整体玩法与王者荣耀类似 但是游戏内的角色并没有照搬王者荣耀中的角色 而是根据海外玩家的喜好重新进行了调整 此外这款游戏支持移动端数据转移到NS平台 《枪火游侠》是一款由Highway Studios开发的团队经济网游 由于其游戏核心玩法与守望先锋类似 一直被玩家误解为是一款抄袭游戏 实际上这两款游戏的连改都是来自于威慑2007年推出的军团要塞2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游戏支持于Xbox One跨平台联机 《神志浩杰》是另一款由Highway Studios开发的团队竞技游戏 游戏的玩法结合了MMORPG与FPS游戏的元素 为玩家提供了紧张刺激的战斗体验 值得一试 创架是一款由Digital Extremes开发的科幻题材射击网游 游戏品质较高 喜欢科幻设计题材游戏的玩家不可错过 需要提醒的是 萌新入坑之前一定要谨慎 因为别的游戏只想要你的钱 而这款游戏却想要你的命 此外NS版支持PC存档继承 为大家节省了不少时间 狂野标车旧 竞速传奇是一款由Gameloft出品的赛车竞速游戏 NS版支持出品与摇杆操作 体验还是不错的 战斗哈拉是一款由BlueMemors Games开发的2D平台 格斗游戏 整体玩法类似烂天堂免性大乱斗系列 一项做的就是将对方玩家打出成万获得胜利 宝可梦探险是一款由Rentier堂 推出了以宝可梦为主角的修鞋闯关游戏 游戏玩法的合金制探索与培育 玩家需要通过不断的冒险战斗 来提升宝可梦的能力来通过关卡 永恒卡牌游戏是一款由Direwolf开发的中世纪魔幻风格的卡牌游戏 游戏采用了万知卡牌的规则 上手难度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游戏知识中文 都知识跨平台联机 真实来说是一款不错的卡牌游戏 《皇家领域》是一款由开发商Hiris Studios开发的大讨杀游戏 游戏也用了枪火游侠的美术风格 同时加入了职业与锻造街等游戏内容 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小之暴裂者》是一款由CyberStep开发的二次元角色半游戏 作为一款日式网游 课金抽卡要素自然是不能缺的 《鬼断》是一款由CyberStep开发的多人在线角色半游戏 目前已登陆Steam与NS平台 游戏支持跨平台联机 《宝石战争》是一款由InfinityPlus2开发的极简谜 角色半游与策略于一生的消除游戏 游戏玩法类似经典消除游戏宝石迷阵 不同之处在于你需要考虑如何利用不同颜色的宝石消除效果来击败敌人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下期见